例如运动,惯性二 我们来看一下惯性常见的生活实例 第一点,生活中禁止的惯性现象 我们来探讨所谓禁止横径的概念 再提醒一下 所谓禁止的物体不容易立即运动 是因为它倾向于维持禁止的状态 除非有够大的外力,它就会产生运动的改变 第一点,站在禁止的公车上 如果公车突然开动 比如说我们公车停靠站突然开动的时候 人啊,公车上的吊环,甚至上面挂的伞 都其实会向后倾 公车急冲的话会如此 第二点,如果禁止在桌面上的杯子 没有任何外力推它,还是会保持禁止 因为这时候,杯子在桌面上的结果 因为杯子本身一定有质量 有质量,它会受到引力的影响 会有个重力,重力向下,重量 可是这时候桌面有了所谓的支撑力 支撑力会让这个杯子静止在桌面上 因此我们说这时候杯子还是保持静止的 因为要合力为零 第三个,如果把酒瓶倒置在桌面上的时候 酒瓶不容易倾倒 我们来想一下,酒瓶其实它的口是比较细的 因此如果放在桌面上 下面有一张纸张跟它相结合 这时候快速的抽拉纸张的话 在酒瓶维持原来的运动状态 也就是静止状态的时候,其实它不容易倾倒 除非你拉的速度太慢 会造成酒瓶跟纸张间的摩擦力受到影响 所以它这时候酒瓶才会翻倒 第四点,抖动衣服或拍打棉被以除去灰尘 因为你在拍打的过程中 灰尘会维持原来静止的位置 可是棉被被你拍打的时候 或衣服抖动的时候 它会向着特定方向移动 因此灰尘就会跟它做分离 这时候就会脱落 第五个,手指迅速将塑胶片弹开 硬币会掉入杯内 因为你这里的塑胶片被你施以外力 迅速的作用离开了 这个硬币会维持原来静止的位置 会垂直掉下去 这可以再加简单实验一下 第六个,摇动果树可以让果实脱落 我们要想一下 当我们果实成熟的时候 这棵树上的果实 经过摇晃之后 这棵树可能树叶树之中被晃动 可是果实会维持原来位置 因此果地就很容易松脱因此而脱落 这是一个惯性的应用 再提检,拉桌布盘子留在桌上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简单实验 当我们准备了桌子 上面放了很多碗盘的时候 杯子的时候 这时候当你快速的抽拉桌巾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杯子 还是会维持原来位置的 最后快速拉卷筒卫生纸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生活中的惯性 如果是动者横动的运动状态呢 提醒一下 运动中的物体不容易立刻停止 最简单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 冲到终点线不容易立刻停止下来 会维持原来运动状态一样 第一点 滑板玩家在滑行过程中 如果没有杀主 很难让自己停下来 第二个 突然前进的公车突然停止的话 人就会突然向前请 这时候因为人还维持在原来公车行驶中的速度 所以公车突然停止的时候 我们的重心还是会有一个速度向前 所以如果是左弯的话 人就向右请 如果右弯的话 人就向左请 因为如果是向左弯的时候 公车的行驶方向虽然改变了 公车的行驶方向虽然改变了 可是人还是会维持原来的前进的方向 因此这时候在车内的感觉是向右请的 在挥动手臂的时候 如果急停 手上的水会甩出来 甚至你甩毛笔的笔尖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动辄横动的观念 第四个 我们赛跑的时候到了终点不能立刻停止 必须向前冲 就刚才提到的 你很难在终点线立刻停下来 必须再缓冲一下 第五点 等速前进的车上垂直上抛物会归于远处 因为是等速嘛 我们这个之前惯性定律的影片有特别讲到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在打扫用的竹哨把 这个竹竿跟哨把之间如果松脱了 我们事实上只要把竹竿朝地面一敲 这时候因为整只哨把在运动的过程中 这哨把的那个毛柄的部分 它会因为维持一个惯性而向下 可是因为锤地的时候 这个竹竿已经静止了 所以这时候它们之间就会紧密结合 所以就可以重新卡紧 类似的观念也可以用在铁锤或斧头上也是一样的 另外一边